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鍾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孫默下令起草法案 投入千億資金反制中共 蓬佩奧稱美國不能肆虐 加拿大國會告票通過法案裁定 中共對維吾爾種族滅絕 老虎活視車禍受傷 川普足早日康復 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擔心糧食安全問題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查克舒默 週二 表示 他已指示議員制定一男子措施對抗中共 國會兩黨將促進美國科技行業的研究 以及對抗中共的不公平行為 舒默在每週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他已指示委員會 在他去年提出的法案草案基礎上 制定一項兩黨法案 尋求1,000億美元資金 促進從人工智能 多量子計算 半導體等關鍵科技領域的研究 舒默表示 今年的方案將針對美國製造業 科技、供應鏈 和半導體領域的投資 已定的法案內容 還將包括 考慮提供緊急資金 執行去年 國防授權法案中 包含的半導體項目 舒默提出法案的另一個背景是 美國一些汽車製造商 因半導體芯片短缺 而放緩生產 疫情大流行期間 消費者對手機和電腦的需求大增 造成芯片供應短缺 根據他之前提出的法案內容 要求在5年內 通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設立的新技術局 分派1,000億美元資金 同時 還將為技術中心預留100億美元 新的一籃子計劃還將包括 尋求技術和戰略聯盟 以對抗中共 日經亞洲評論星期二獨家報導說 美國總統拜登 最早將於本月簽署一項行政令 宣布美國和台灣 日本和韓國等國合作 在芯片和其他具有 戰略意義產品的供應鏈中 降低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程度 具體措施 將集中在半導體 電動車電池 稀土金屬和醫療產品上 共和黨的對華鷹派參議員 近期加大了對民主黨總統 喬拜登的施壓 要求他堅持 前總統川普對北京的強硬政策 拜登政府表示 他們正在對涉華政策進行審查 並承諾對北京採取強硬 但更加多邊的應對 但拜登至今還未透露過他的具體計劃 無論是川普針對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序 TikTok 抖音國際版的行動 還是美國對涉及中共軍方的中國公司的投資禁令 拜登政府均未給出明確答覆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星期一 2月22日 在Newsmax TV上 質疑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他表示 因為中共和伊朗這些獨裁政權 只買強者的賬 所以 美國一定不能對他們示弱 蓬佩奧說到 他希望給拜登政府 一切造正他的機會 但也擔心 拜登在某些問題上 即會將一切川普政府的成果都棄掉 而幾乎什麼都沒有換回來 而中共和伊朗等獨裁政權 指認誰是強者 他特別擔心美國 針對中東和中共 尤其是伊朗的政策 他說 拜登政府宣布了 重新加入臭名超處的伊朗核協議計劃 而當時川普是特意退出該協議的 蓬佩奧說 但是 到目前為止 我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都表明這個拜登政府 對我們之前所取得的成功的理解很混亂 當你很強硬 當你很強大時 就可以建立威懾力 這樣就有可能保護美國的自由 他還說到 因為無論是中共 伊朗 還是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恐怖分子 或恐怖組織 他們就看實力 他們了解美國的領導人指川普 他每天都在準備採取正確的措施 來確保美國的自由 而我希望本屆政府不會說 好吧 這些是另一屆政府做的 就將川普政府的成績全部拋棄 將之前的成功丟掉 蓬佩奧對中東的 阿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感到自豪 這個協議 讓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 巴林和阿拉伯聯合油長國之間 有了和平的貿易協議談判 該協議明確的目標是 令溫和的順尼派穆斯林國家 組成聯盟 孤立什葉派伊朗 但是蓬佩奧認為 拜登政府的舉動 可能會破壞之前 美國在中東所做的很多工作 他說 我確實擔心 現政府想要去撫平伊朗政權 想和他們親密擁抱和安撫他們 但這些都可能對中東帶來危險 當你對中東帶來危險的時候 各國就無心每天去考慮做正確的事了 這就是為什麼 川普總統很快就推行了一項戰略 一項努力 並制定了一項計劃 對伊朗政權施加了真正的壓力 而現在 拜登政府將這些戰略全部棄掉 以換取看起來幾乎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加拿大國會在22日 以266票對0 壓倒性多數票通過 新疆維吾爾族遭種族滅絕法案 裁定中共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的迫害 是種族滅絕 同時還通過另一項修正案 鑑於中共侵犯人權 要求加拿大政府 撤出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經歷上星期兩天的國會辯論 加拿大五大政黨議員 在22日 就新疆維吾爾族遭種族滅絕法案 進行表決 全安以266對0壓倒性票數通過這項動議 裁定中共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的迫害是種族滅絕 據路透社報導 這項臨時動議由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提出 希望藉此施壓杜魯多政府認同更進 加拿大下議員、直眾議員共338席 最後以266票同意、0票反對 通過這項動議 據報導 雖然杜魯多和多數內閣成員在投票中棄權 不過自由黨的後座議員則普遍投下贊成票 大多數的在野議員也都支持這項動議 後座議員是指執政黨議員中的非內閣成員 這亦令加拿大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認定中共犯下種族滅絕行為的國家 值得關注的是 杜魯多一直不願意用種族滅絕 來定調中共在新疆違反人權的作為 加拿大外交部長賈諾 Mark Garneau則在下議員表示 他代表加拿大中央政府對這項投票選擇棄權 杜魯多的保守黨對手一直施壓 希望他能夠更強硬地對待中共 折以2018年12月 加拿大依據美國逮捕令 拘捕華為公主、財務長孟晚舟 北京在極力滑船無效之後 第二年的5月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為由 拘禁兩名加拿大人 加中兩國外交關係持續惡化 提出法案的保守黨負責外交事務的國會議員 莊文浩、Michael Chong援引維吾爾族人權受侵犯的證詞 文件和媒體報導表示 證據清晰證明中共種種違反人權的行徑 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需要重新被檢驗 很多層面都要一起討論 包括馬格尼茲基制裁、經濟制裁、明年的奧運問題等 莊文浩強調 想百萬維吾爾人被迫害 加拿大不能視而不見 對華政策需要重新調整 加拿大政府不能再忽視這件事 我們必須明確說出這個行為是種族滅絕 加拿大國會議員在這次動議表決前 還呼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如果中共持續迫害維吾爾族穆斯林 就不能讓北京主辦2022年冬季奧運 世界知名高爾夫球手 老虎活使Tiger Woods 星期二2月23日 在加州洛杉磯的一宗車禍中受傷 被緊急送往洛杉磯一間醫院 目前傷勢不明 美國前總統川普發表聲明 祝願活使早日康復 洛杉磯院治安部門 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 45歲的活使 是這部運動營多功能車中的唯一個人 車禍發生在星期二上午7時12分左右 在郊區社區 羅寧幽靈莊園 Rolling Hills Estates 和蘭橋柏洛斯佛迪斯 Rancho Palos Verde附近 據悉 事發當時 活使的車衝出公路 並滑下山坡 最後在山腳下停住 這輛車受到嚴重損壞 活使的經理人 馬克斯坦伯格 Mark Steinberg 在一份聲明中說 老虎活使 今天早上在加州 發生了一宗單一車輛事故 他的腿部多處受傷 目前正在接受手術 目前上不清楚事故的原因 警方表示 他們正在進行調查 川普的高級顧問 傑森米勒 在推特上發布了來自川普的聲明說 早日康復 老虎活使 你是一個真正的冠軍 星期日 2月21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 2021年1號文件稱 要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 供給保障能力 被認為是中共更加擔心糧食安全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 在2月22日 引述路透社分析報導 2月21日發布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 比往年更加強調糧食安全問題 要求中國各省 在2021至2025年期間 提高糧食產量 路透社報導認為 該文件顯示 中共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後 更加擔心糧食安全問題 中共農業部部長唐仁健 在2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中國的糧食供求不寬 一直是處於僅平衡的狀態 以取處人口增長 糧食需求會有很大增長 由於外部形勢不確定性 不穩定性明顯增加 對糧食安全問題 一刻都不能掉以輕心 糧食安全絕不能出問題 2020年8月17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發表的報告稱 到2025年 中國有可能出現 1.3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 其中穀物 即三大主糧缺口約為2,500萬噸 中國糧食越來越難以達到自給自足 每年都要進口超過1億噸糧食 但在新冠病毒疫情衝擊之下 全球主要糧食大國紛紛限制出口 2020年11月14日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秘書長大衛比斯利 David Beasley 在接受採訪時稱 與2020年的新冠病毒相比 更嚴重的糧食危機將在2021年到來 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與糧農組織 預測 新冠病毒疫情會引致大規模的糧食危機 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 遭受嚴重飢餓的人數將增至2.65億 由於擔心糧食安全 中共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 增加了糧食進口量 當年糧食進口量超過1.4億噸 創歷史紀錄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